那进入了一个哭着向爸爸撒娇的台湾地区的五岁女孩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这段由女孩的爸爸亲自拍摄的视频当中啊 小女孩是哭得梨花带雨 奶生奶气的撒娇 更是萌到人心间 尽管父亲全程没有出镜 但是深深的妇女情 却从直言片语中自然流露 一二 告试 这么为美男话面的合作现在拍广告 影片中的女主角一直月前的网络上火出手型的小萝莉乔哨 而长静着就是乔哨的爸爸 我希望我希望你叫给我一笔歌 我希望我原谅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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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生奶气的和爸爸斗嘴 小小的轩针并无数人静着腰 但究竟是什么事情 让小女孩哭着不肯原谅爸爸 原来 好可爱 然后有 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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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 乔把乔是复渾身泄数 红女儿开心 但明明与忍不住 thu笑的乔乔 还是虎临冰怪的捐成 不好笑 比如说乔乔的quito 乔乔鸡 妈妈,他就没有一个好小的歌,唱一首好小的歌,唱一首好小的歌,哈哈哈哈。 其实,随着网络和影像技术的不断发达,越来越多的年轻妈妈们越终于记录宝贝的成长,将影片上传至网络与大众分享。 下部,哭起来有人恋爱的远不准瞧瞧,一个小男孩被妈妈惩罚后,不停讨价还价的样子,也同样让人枕震不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眼看妈妈不吃这一套,只好继续认错,争取宽大处理。 整段视频的最大谅解无疑是小男孩得到原谅后做出的俏皮表情,用网友的话来说,简直萌翻了两家了。 你跟我说什么,我才让你舀? 看过以上两位宝宝哭的梨花带雨的样子 电视机前的您是否会想起 2010年一哭成名的失控点丁莎莎呢 你傻我 你真是好人啊 你别说啊 是我宝宝 我走二五熊 不是吧 失控点的特色就是遇到陌生人向他扯嗓门 他就会立即情绪失控 恐慌大哭 我跟你讲 这是我的做爱手机 这么大玩笑 好恐怖啊 都没 나타났 好恐怖啊 对 狗二是哪个彗子是啥什么 我跟狗二之乐 我跟狗二一被 他们爱 ro 我跟小型 热ی你怎么都 我不能 我不能搞考虎啊 我给你准备了 你准备啊 我怕我准备 我不是他准备人啊 听你说话 好一点就可以 你准备好处的意思啊 我好吗 的确 哭也好笑也罢 孩子们的天真不做作 是最值得收藏的上天的馈赠 哪个镜头背后情侣记录的父母 想必都希望有朝一日 将这些美好的时光 变成送给宝贝们的珍贵礼物 亲爱的我 我是爱你 我是爱你 亲爱的代言 综合报道